我是小陈 今天我带大家来做一道美食 芝麻米花糖 这个是我们这里过年的传统美食 我现在跟我妈妈一起制作 你看我妈妈她买了冻米 就是糯米 通过蒸笼蒸熟以后 就在太阳光下暴晒 晒干以后就成这样的叫冻米 然后晒干了以后 我妈妈就来做这个了 美食 我妈妈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几十年 这是第二步 这个糖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用那种红薯 红薯切成块 然后熬的 这个糖的话 我们要把它放在锅里面一直熬 把它完全溶解 然后就再把那个米 倒到这里面来 搅拌搅拌搅拌这样子 我妈妈先来在外面这个水龙头 这里洗一个这样的 这个抽屉 我们农村只能用这个抽屉 当成模板 等会把那个糖倒到这里面来 这个小钉板是用来切糖的 抽屉也洗好了 我们先把它太阳底下晒 你看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太阳还没有落山呢 要熬多久妈妈 倒一碗水呀 那碗水它这个冷 把这个糖是吧 滴滴滴的这个水里面来 不沾碗里就 哦它不沾碗了 就说明这个糖就熬好了对吧 就能放那个米了 哦跟芝麻啊 好的好的明白 妈看一下 妈可以的吗 哇好漂亮啊你看 哦可以了 他没沾碗吗是吧 说明就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妈妈赶紧的 现在这个盆拿过来了 没完全干 算了 洗碗了 哦先 倒芝麻吗是吧 为什么要这样啊 他免得粘粘粘粘 他说 哎呀 这里也要放 这动作都要快是吧 好 好 好 开始倒 这这个糖就是要动作快 要不然它那个红薯 很容易就凝固了 妈妈 搅拌 这样不停的搅拌 我要快动 我爸 我妈妈好着急啊 可以了妈妈可以的 这个就是木桶 用这个木的 以前小时候用过的 拿来 用来做什么的 以前 两米 两米的 这个叫生子桶 他们叫老化 一桶米就是一斤半啊 现在我们不再用了 所以拿来压这个米花糖 好 好 这个流程我一会儿学会了 以后我自己也会做 表面上再撒一层芝麻 爹 拿刀 我妈妈还要量尺寸的 你还不知道 量多呢 你能吃 哦 把尺寸量好 嗯 好 做个计划 开始切吗 嗯 然后就装袋 待会儿 哦 脆脆的 咔嚓一声 一路切下去 然后拿来电子吃 吃的时候拿一点 吃这样子 继续滚 压紧一点 妈妈为什么要压紧一点 我压紧 好看一点 他说 好的 拿波及来 拿过波及就 然后这个铺上去 我们就可以开始装袋了 鸡并不长啊 我妈妈说 熏拉肉那些熏黑的 好拍妈妈 下来了没有 好漂亮 哎呀 完美完美完美 你看 好难呀 嗯 嗯 他就是刚刚做出来的 啊 等一下 卡丝卡丝的 脆不蒙的 妈妈 好吃了 妈妈 太好吃了 这个糖 这个是 因为是热的啊 还有点散 它一旦冷了 冷却的 冷却好了 它就凝固了 哇 这个声音听得真舒服 好 我们把这个声音呢 盈好 盘一下 好嘞 可以煲糖了 没事 可能我煲得没点好看 嗯 OK啊 看奶奶煲得好 嗯 看你奶奶煲得 以后我就越煲越好看了 好 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打起了 打的贵的 放在这里 包好的放在这里 晚上 我们把它粘一下 可以了 可以了 继续 拿起来 嗯 哎 哎 哎 好嘞 第二个啦 两锅的比奶奶快一点 好了 你看这个糖 我忍不住又再吃一个 起丝了 特别粘牙 但是又不是 又不是很甜的那种 刚刚好 因为它是红薯糖嘛 太好吃了 你看到我做的过程 你们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哦